Hello everyone,欢迎关注卡卡足球解说频道,我是主播卡卡 我已经从事足球解说行业,已经三年之久,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希望大家多多能关注一下主播 咱们这边会每天带来这个足球赛事,篮球电竞等等一些赛事推荐 大家记得点订阅哦 直播吧,5月29日信,北京时间5月30日零点 得甲升降级附加赛次回合,基尔高士丁对阵科隆 上半场,赫克托传设,安德森双响 理在成为主队打入一球,科隆4比1领先基尔高士丁 下半场,阿瓦卡最后时刻打入一球 最终,科隆5比1击败基尔高士丁 总分5至2成功保级 在双方首回合较量中,基尔高士丁客场1比0击败科隆 双方次回合较量,科隆首发方面 赫克托出任球队队长安德森突前 基尔高士丁首发方面,首回合贡献助攻的李在成出战 第三分钟,科隆取得领先 队长赫克托,抢点投球破门 科隆1比0,领先基尔高士丁 第四分钟,基尔高士丁迅速翻平比分 李在成投球,捕射破门 基尔高士丁1-1科隆 第六分钟,科隆再度取得领先 安德森门前,高高跃起投球建功 科隆2比1,领先基尔高士丁 第十三分钟,科隆再入一球 安德森投球攻门 科隆奥斯倒地铺救,未能阻止皮球入网 科隆3比1,领先基尔高士丁 第27分钟,科隆定位球机会 赫克托投球,攻门偏出 第39分钟,赫克托投球百度 施卓斯凌空,抽射破门 科隆4比1,领先基尔高士丁 半场战霸,科隆4比1,领先基尔高士丁 一边再战,第50分钟,里再沉转中 替补登场的格里斯,投球未能顶中门框范围以内 第52分钟,哥里奥斯做出精彩两连扑 连续扑出科隆球员两脚极具威胁的射门 第56分钟,凯恩茨进区内停下皮球 随后右脚都射圆角偏出 第58分钟,安德松晃过门将推射 被基尔高士丁球员在门线前铲出 不过边才也是以安德松越位在先 第61分钟,安德松推射,哥里奥斯扑了一下后 皮球击中横梁上言弹出 第78分钟,迈尔低射进角,哥里奥斯将球扑出底线 第79分钟,哥里奥斯再次做出关键扑就 他将德雷克斯勒的单刀射门扑出 第84分钟,替补登场的阿瓦卡前叉推射建功 科隆5-1基尔高士丁 全场比赛结束 科隆5-1击败基尔高士丁 总分5-2击败对手成功宝级 双方出场阵容 基尔高士丁 1-哥里奥斯 25-诺伊曼 24-沃尔 3-克曼达 19-劳伦兹 26-梅费克 31-巴特尔斯 7-李戴臣 8-比尔 27-波拉斯 11-李斯 未出场替补 21-德恩 35-赖曼 20-德汉姆 22-伊格约夫斯基 32-斯特内尔 科隆 1-霍恩 23-杨内斯霍恩 5-施卓斯 33-波亚纳乌 19-艾西兹布 14-赫克托 28-斯西里 11-凯恩茨 18-杜达 31-沃尔夫 9-安德松 未出场替补 16-奇乐 2-施密茨 6-霍格 21-奥兹坎 记得下方点赞 关注评论 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 谢谢 Thank you 1-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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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